Hello 大家好 我們來到2020年的第16條題目 第16條題目 這裡是討論交流波 公開一個流氓的流氓 問你V和F之間的關係 其實速度的波就只要是一種東西 就是它的旅程中 而這個頻率也只要是這個流氓的 但你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不是V對F的流氓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頻率增加的時候 V也會增加 所以那一年大部份的同學 都回答了選擇C 但其實這個V對F的流氓 這條式是用V和F 對於流氓造成的影響是怎樣的 所以這裡答案是A 當頻率增加的時候 都不關於這個速度的流氓 它依然會保持持續性的 我們看看其實速度的流氓 是根據什麼呢? 如果放了一條繩子的話 速度的流氓是根據它的壓力的 壓力之餘還會根據它的重量的 如果你拉得一條繩越狠的話 它的速度就應該會越快 而如果你令到每一條繩子的重量 加重一點的時候 重了就自然會動得慢一點的 OK? 它就只依靠電池和重量的重量 這兩樣東西的 當我們頻率增加的時候 它的V不增加的話 那會什麼改變呢? 是那個Landa Landa會保持跌的 而速度的流氓會保持持續性的 無論對於什麼流氓來說 那個速度的改變 只是會改變到Landa 無論它是Longoturnal Wave 還是Transverse Wave 它的速度的流氓都是依靠的 我們來看看聲音流氓的例子 如果你改變聲音流氓的流氓 的溫度、濃度、密度 都是會改變到它的速度 所以有機會